时序进入盛夏正是绿竹笋产期 但不少民众都有个小问题 孙子买回家煮来吃怎么都苦苦的 原来烹煮过程也是有技巧的 专业厨师就叫大家来小配包 绿竹笋必须要冷水下锅 煮滚之后立刻换水再煮 直到煮熟就不会苦了 民众也不妨试试看 延远夏日绿竹笋进入盛产期 绿竹笋煮熟放凉后沾上美乃滋 一口吃下清凉又消暑 不过不少民众发现自己煮的凉笋 怎么吃起来都苦苦的 原来从采迈到烹煮有配搏 这种是最漂亮的 形状要像牛角一样 头要大 然后要再来就看这个嫩不嫩 挑选绿竹笋要选择弯曲 有笋壳完整包覆的 底部纤维要摸起来稀一点的 尖端尚未转清必须顺毛不分岔 挑选完笋子接下来的烹煮爱注意 烹煮绿竹笋切记必须冷水下锅 怎么让绿竹笋不带苦味 关键就在这 煮滚后必须立刻换水再煮30分钟 只要煮熟了绿竹笋自然就不会苦了 我们如果冷水煮的话 我们可以从外面慢慢加热 那个热度会比较平均均衡的 进到内部去 然后熟的会比较均匀 它那个苦味的那个成分 可能就会排掉 专家说绿竹笋冒出土壤后 就会出清产生草酸 最后是苦味的来源 而煮熟的笋子放凉后建议放入密封袋内 避免水分蒸发 甜度流失也能保持口感 下次烹煮时 民众访跟着Pepo试看看 再加煮凉笋 一样也能煮出清甜口感 接着从长城市捷 台中唱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